早安 昨天来了之后 今天早上嗓子有点痛 我不知道 门家已经松了 自己问了我一个 让我震惊的问题 又要来了 咋呀 咋的喽 哎呀爸爸 哎呀老妹啊 妈妈 丑啥呀 等一下我先看看床底下 哈喽 昨天我竟然住到了一家 很奇葩很奇葩的饭店 于是 哎您好 我是刚刚入住的402房 哎我打开窗户 是外面还有一个房间 是谁啊 宿舍 员工宿舍 我可以跳窗跳出去 他也可以从那边跳进来的感觉 没有啥东西隔开啊 就是 踩着那个空调箱就可以上来的 哦是女生还是男生啊 哦好好好 那就先这样吧 很遗憾 换房失败 或许 是我太过温和 天呐 这一幕幕真的是太真实了 记得订阅呦 救命 下门的楼也是每一栋挨的好近啊 哎有人在喝酒 他这边的路好不规整啊 现在有点晚了好多摊已经收了 说实话没有太多的欲望想要吃点什么 哎这有水果呗 四块二 四块二 花了四块钱 人民币买了这么多的砂糖菊 回去试试好不好吃 然后刚才有两个小姑娘也要买水果 就有一个小姑娘问老板 她说这个甜吗 另外一个小姑娘说你问了她指定说甜 就特别的直接 老板也一切一切都听在耳边 但老板也没有坑一声 然后突然觉得 对哈 我觉得他们是对的 我回来之后不能太有礼貌 我知道我说这句话可能有点没礼貌啊 但是我真的觉得如果要生存的话不能太有礼貌 河南特色凉拌菜 这啥 铁板豆腐 狼牙土豆 这个就是铁板豆腐吗 其他的就是 那个油的味道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太 我现在的肠胃可能不太适应 我得那个啥 健康为第一 玩乐美食为第二 对不对 厦门这个城市也真挺有趣的 新的楼呢又特别特别的新 所以反差那个视觉感受是特别特别大的 你看他们这些楼挨得有多近 这个庙你看和台湾的屋梁很像 这个庙局还在开门啊 药局的老爷爷 这模特晚上放在这有点恐怖啊 我要快点走我也觉得有点恐怖 没有安全感 现在的时间是十一点半 路上的人比较少了 大多数看到的不是代价 就是外卖小哥 我后面还有一个摩迪师傅 自己在那唱歌解闷呢 现在的温度我觉得比台南还要暖和一点 还蛮舒服的这边的冬天 说实话啊 真的是路灯都暗暗的 不太敢往前走 可能是因为没有那么多的三文和Family 就是总觉得好荒凉啊 这橘子还是挺便宜的啊 它皮很薄 很好吃哦我跟你们讲 它那个橘子皮超薄 然后吃到嘴巴里就砰一下就爆肌 然后它那个鲜味很细很细 你哪里没有糊 嗯 早安 闹铃响了 我要出去觅食了 因为时间真的很短 啊黑眼圈 要离开了 拜拜 短短的住了一晚 平价不好 个人体验全季酒店还不错 参考给你们 我坐上了厦门的公车 厦门的清晨是这样 现在来到了极美的石谷路 这个好像是叫做极美小学 昨天来了之后 今天早上嗓子有点痛 于是又把口罩戴起来了 没有人的时候就摘下 好像他们在里面读书 这条路古色古香的 这里的楼都好漂亮啊 这围墙看着好老 那个楼天哪好美啊 那是古建筑吗 这个爷爷背娃娃很可爱 这什么路啊 哇好酷啊 这个房子是不是很 很像金门的那个建筑风格啊 这边开始有一些卖家了 在这里吃 嗯 是先付钱吗 可以 6块 这是现做 我是住在台湾的台南 就比台南还要暖和一些 嗯 嗯 这个是磨什么 磨米啊 啊磨米啊 所以你们每天都用这个去磨吗 看看我6块钱人民币的肠子 看看我6块钱人民币的肠子 应该蛮好吃的 蛮多赛地人都来买的 嗯 记得订阅哟 救咪 QQ的 它那个辣椒好好吃哦 嗯 它进到嘴巴里面就是那种咕噜咕噜的 这是现挖现卖吗老板 哇 这一碗多少钱啊 一碗差不多三十块 三十块钱 那一大碗三十块钱 现挖 我一点喜欢上这个地方了 怎么办 这个地方还有个古树 它和台湾一样会把这种古树留下来 还可以给它造了个井 这条路特别特别的窄 全都是摩托车在这里面穿梭 烧肉粽 这边是个民宿吗 我真的是一路的问哪 这边的人都好存补啊 就是会走出来 然后给我指路的那一种 据说在地人觉得最好吃的 老城沙茶面 这个店的装潢有点好笑 后面还弄个大吃饭 这个是多少钱来着 8块钱吗 还是7块 我以为它就是一碗喝的 没有想到还有面 这个它的豆腐看起来好诱人 豆腐上面有蜂窝眼 麻将的感觉 我这个点是最基本最基本的套餐了 然后老板说 我这样其实就够了 因为他们主要是要喝这个 汤 这个汤有点粘稠度 哇靠 它真的是糊糊 它这个糊糊加上那个蒜 好香啊朋友们啊 光喝汤就绝了 这汤怎么这么好喝 这汤怎么这么好喝 醒了醒了 不枉费我走过来 面加上中间有一些绿豆芽 这汤都吃了 欢呼的掌声 然后老板很热情的招呼 还有我问 何不可口味啊 吃不吃的习惯啊 好不好吃啊 能不能吃辣啊 就是 你们知道吗 就被弄到 真的是绝了 我面还没怎么吃 我把汤都喝掉了 真的是绝好吃 这是自己家吗 啊 这么有钱呢 啊 还是一梯一户啊 我们那边 一瓶大概2万吧 这边只能买到最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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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差最偏的 啊 三门房价这么高啊 你是说金门通大陆的墙吗 不不不不 通台湾 通台湾 金门通台湾的墙啊 那应该很长吧 没有吧 他金门是两个地方 一个是大金门 一个是小金门 那可能是大金门 小金门再说 对对对对 已经修跑了 自己好奇 台湾生活 和这边生活 哪里最不一样 最不一样的就是 他贫富差距可能小一点吧 收入差距就是很 就是 远远化 对 有钱的就非常有钱 没钱的就能 就是说有钱的人 只会越来越有钱 啊 是 为他有资源 有能力 有资金 是 没钱的你想创业 你只能借或者是 你长得了一定的机器 司机问了我一个 让我震惊的问题 说传说有茅草屋 是不是 我没有看到茅草屋 我不知道 人家以前说的 所以很多大陆人去那边 是为了看茅草屋 对对对 我去金门的时候 然后金门的 计程车司机跟我说 大陆人来这边是为了购物 到达厦门的机场了 打车一共花了23块钱人民币 已经办理好登机牌了 然后呢今天飞行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 我要从南边飞到北边 目的地是哈尔滨 是的 我要回去看雪了 厦门的机场我觉得还不错 已经安检完成了 然后在大厅里面听到钢琴的声音 是真的有人在弹的 还蛮意外的 我从来没有吃过姜母鸭饭 竟然在这边看到有姜母鸭饭 这个厦门机场的洗手间 很时尚 什么叫做水茶某啊 南侧叫什么 少年狼 是什么 哇 在厦门的伴手礼 姜母鸭 凤梨酥 牛嘎糖 我觉得 下面这个地方我会再来的 很推荐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和台湾朋友的原因 你会觉得 饮食方面你可以接受度高很多 虽然说就是语言可能也会通明南语 然后建筑风格有一些和台湾也有点挂钩 但是呢又可以浓厚的感受到大陆的人文气息 但是伴手礼我觉得没有必要买 就是好像和台湾东西都差不多 好了我要登机了 那就下一个目的地见吧 我今天的飞行时间是六个小时 中间会惊停大概三十多分钟的样子 好辛苦哦 然后这东西都是能解救死的 然后没啥队伍 然后没啥队伍 他边儿都上 这小哥哥长得帅不帅 记得订阅哟 救咪 在悠悠兰的频道首页的右上方呢 点击加入 就会进入加入会员相关页面 可以选择悠悠粉 悠爱粉 或是悠福粉 选择好之后呢 点击蓝色加入键 这时候就会出现副款页面 编写信用卡的安全码 打勾套用至所有装置上 点击右下角结账 完成 这时候出现页面 欢迎你加入悠悠来的频道会员 直播室等你哦 我是悠妈 我是悠悠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 记得下方留言哦 对 还有电脑门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